駐大阪辦事處舉辦了 喬務委員會議 召開情形說明會 即喬界歲末領異參會 是由十月份返國 參加喬務委員會議的委員們 向轄區喬務容譽職人員 及喬領來報告開會成果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迅揚 也感謝喬領們 長年來對政府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繼續與助館 一同努力來推動臺日關係 大家紛紛盛裝出席 參加這場由駐大阪辦事處 舉辦的喬務委員會議 召開情形說明會 繼喬界歲末聯誼參會 包括喬務委員洪順信 蔡生雄 憲美鄉等喬領將近百人到場 一同參緒聯誼 駐大阪辦事處長陳迅揚 首先代表政府向大家表達感謝 他認為喬包在臺日關係的維繫上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期望大家能夠繼續給予協助 他們對於我們交委會非常的支持 而且我希望我們這個交委會 今後能對於我們關係地區的華僑 能多多的給我們關心 他們也會對我們國家非常盡一份 今年十月返臺參加喬委員會議的四位喬委員 由蔡生雄代表向全場報告會議 召開情形 蔡委員提出了三項提案 其中一項也獲得了喬委會回應 將透過外交部向日方反映 我有提案有三個提案 那我簡單向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個 就是臺灣資深的日本附體標示 希望從中國改為臺灣案 僑委會來了 來個書函 是據本會 本年僑委會會議 第一支六支零五案決議辦理 所以這個把中國改為臺灣人 就是現在僑委員可以進行 洪聖信也向大家報告 僑委會鼓勵喬生回臺升學 並強調培育喬界下一代 一直是大阪中華總會的實命之一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讓喬社得以傳承 順ее 乾杯 在謝美鄉的代理下 全體一同乾杯 祝福大家圓滿一整年 所有人互道祝福 氣氛熱絡 陳迅洋也向大家報告了 關西僑界的喜訊 包括西日本伊人會名譽會長楊大鵬 將獲日本政府頒授秋季干授包張 以及神戶華僑總會會長陸超 將於明年二月 獲頒台灣觀光貢獻獎 加上今年京都華僑總會會長 魏西芝獲選為台灣美食秦山大使 啟示連連也是關西僑界 全體共同的榮耀與喜悅 彈簧文電視吳敏儒 日本大阪採訪報導